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帶同學來看 習題33的第十題 這個題目給他兩個讚 這個題目在說什麼呢 他的故事在說這個東西 有一個A矩陣,它是個二階方陣 這個二階方陣會滿足底下這兩個條件 那請問這個A矩陣它到底是誰 他要你把這個二階方陣去把它求出來 好,那一個合理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假設這個二階方陣 叫做ABC珠 對不對,然後把這個ABC珠呢 我們就直接帶進去題目 所給的這個條件 我們是不是可以列出這個式子 那把這個式子列出來 教學你看,你把他的第一列乘到這個第一行 七倍的A加三倍的E 是不是會等於二 然後你看下面這個條件 第一列乘第一行 九倍的A加四倍的E 是不是會等於一 所以事實上你把它乘開之後呢 你是不是就可以透過解鈴力方程式的一個觀念 加減消去法或者耐度消去法 我們真的就可以把這個ABC珠把它解出來 我相信這也不會花你很多時間 但是今天老師要講另外一個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 什麼觀點呢? 如果同學你觀察力不錯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這兩個式子 其實這兩個式子可以做一個什麼動作? 可以做一個合併的動作 那你說老師,他合併之後會變什麼樣子呢? 來請看他合併之後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看ABC珠一樣寫在前面 然後你把前面這個行矩陣跟這個行矩陣 把這兩個行矩陣把它合併 變成一個二階的方陣 然後這裡是21 這裡是15 那你如果覺得說老師 為什麼他可以做這樣合併的動作? 其實不妨你就想想看 你真的把它盛開 盛開之後其實跟他結果就一樣了 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很容易去接受說 其實他們兩個是可以合併寫成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能夠接受 他們可以合併寫成這個樣子的話 那解這個ABC珠 你就可以用透過解零力的方式 為什麼呢? 來,同學請看View 我要解這個ABC珠 我只要讓這個傢伙變成誰? 變成單位矩陣 變成單位矩陣 因為他乘上單位矩陣 一定會等於他自己 那你怎麼讓他變成單位矩陣呢? 很簡單,乘上他的什麼? 反矩陣就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等號的左邊跟右邊 好,我們左右兩邊 我們同乘這個傢伙的反矩陣 好,所以請看這邊 左邊乘上他的反矩陣之後 是不是就剩下ABC珠? 那右邊這裡 是不是要乘上他的反矩陣 就在這個地方? 沒有問題嗎? 好,那我想反矩陣同學都會算 這個是乘法的反矩陣 主對角性的元素把它對掉 其他這兩個元素怎麼樣? 變號 對不對? 再除以行列式值 47,28 減掉39,27 所以除以1 除以1就不用寫了 好,那現在求出反矩陣之後 我們再把這兩個矩陣相成 不就可以得到我們這題最後的答案嗎? 好,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他還算是蠻基本 而且標準的一個提醒 好,那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很快的就跟你談到一個邊